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现在 把他打去睡觉 诡异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我现在和他说话 他居然转了 这 看来睡相真不怎么样 好难哄 算了 我们去打另一个吧 就寿司店老板吧 我们把他搬来小木屋 开打 快快快 不能让他跑了 天啊 这 蓝毛这怎么站起来了 我的天 这是起死回生了吗 但这个好像是蓝毛的灵魂 因为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做动作 好可怕 我们再去看看寿司店老板 他还没回来 再去看 蓝毛人呢 看来 后来他还能跑了 诡异的事情 不仅如此 现在我们再去 把一个打睡的人 我们把他抱到一个空旷的屋顶 先放一个婴儿床 再把他放进去 快看 他居然动了 他动了 他居然在转圈圈 Oh my god 他居然睁眼了 好恐怖 知道姐姐 为什么把他放在顶楼吗 因为我要告诉你 他 真的会死而复生跑掉 不信 你试试 把他放在楼顶 该干嘛干嘛 就像小妖这样 先做做平时在婴校做的事情 过一会儿回来 就会发现 天啊 顶楼只剩下婴儿床了 小伙伴们 你们还发现过什么诡异的事情吗 记得告诉小妖哦 婴校便利店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 婴校有个便利店 但便利店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小妖就带大家看看 便利店的左侧 可以看到这里是个巡逻地点 一个普通的便利店 为什么会成为重点监控地点呢 难道这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吗 再看看右边 可以看到几个告示和分类垃圾箱 最右边是个银行标志和吸烟区 这就很奇怪了 明明是个超市 你却写银行 ATM机还放在超市里面 那要是超市关门 平民怎么取线呢 难不成银行是超市开的 实在不理解 现在我们进入超市 可以看到超市有两个收银机 但是只有一个营业员 这是为什么呢 并且可以看到 超市物品繁多 但我们能够买的只有十样 也就是其他的物品都是假的 这些假象试图掩盖什么吗 最诡异的要数营业员了 可以看到营业员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个鼻子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像整容后的鼻子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腿很粗 有点像打手的感觉 再仔细端向一下 没错 它长得非常像教堂的修女 来 我们去把修女抱过来 诶 这营业员怎么飘过去了 什么情况 再把营业员抱过来 天啊 刚才是怎么了 营业员怎么穿出去了 太恐怖了吧 看来营业员只想在外面对比 好吧 表面看起来 他俩仅仅是头发长度和眼睛的颜色不一样 但是 这个修女是可以换衣服的 只是不肯摘头套 但营业员 却没办法换衣服 不论我们用什么方法 快看 即使泡温泉 他也要穿着营业员的服装泡 教堂的新娘是男的 那这个营业员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件更奇怪的是 你不管把营业员抱去哪里 他都可以现场买东西 但是他不在便利店 你就无法买东西 难道他才是便利店本身 而便利店只是个假象 怪不得这么多的东西 只能看不能买 这个便利店其实还暗藏玄机 来 我们先把二狗抱过来蹲坑 接着我们进到货品价后面 看到了吗 居然是透明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王二狗蹲坑 便利店这个设计 真的太诡异了 哦 对了 便利店每天下午四点 便会出现巨型飞蛾 整个音效 只有便利店 每天每天都会有飞蛾出现 这里是有什么吸引他们吗 并且你们看 我把黑帮引过来 我现在关掉敌人 飞蛾也会消失 证明飞蛾也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我们轰炸他们 快看 营业员只会躲在角落里 抱头痛哭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去不去报警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下期还想听什么秘密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音效男主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 音效里的男主是王二狗 那么二狗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男主是一个学生 但是他却不需要像其他NPC一样去上学 接着来到男主的院子里 可以发现 他的家看起来很普通 但他有一个豪车 还有一个超级酷炫的摩托 别的学生都是步行上学 他为什么这么有钱 我们现在去男主房屋里看看 天啊 男主的门上居然有血 这里发生过什么吗 突然想起来 现在小妖和男主说再见 看看他会怎么做 男主 只会跑到家门口 他根本不敢进家门 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进屋子里去看看 可以看到 男主父母的卧室里 铺了一层和装修很不搭配的红地毯 星红的血色 不知道 下面藏在什么秘密 并且 父母的卧室和男主的卧室之间 还有一个家层 你们猜猜看 这个空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另外客厅也用了很多红色元素做装饰 红椅子 红冰箱 红橱柜 显得特别突兀 特别违和 似乎这些都是为了掩盖血色 再看看这个沙发 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和黑帮的沙发一模一样 他们又为什么会用同款沙发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猜想 男主的父母和黑帮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曾经他家就发生过一些打打杀杀的事情 而且男主的卧室里也有着哑铃 男主是一个很爱健身的人 打人也特别疼 看 这是我们之前的臂力 使用男主的哑铃还能增加臂力 再来看看 男主家的装修是很简单的 但和女主角却有很相似的东西 猫咪挂画和这个猫神殿的话 男主明明是养狗的 为什么家里却挂着这么多猫元素的话呢 说到狗 我们来看看男主的狗 它可是音效唯一的一条狗 并且生命值和女主家的猫咪一样 都是十万 看来它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来 我们做一个实验 现在我打男主 看到了吗 这个狗狗跑出来了 来 我们跟上它 看到了吗 它 它居然会报警 下期你还想听鹰叫的什么秘密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音效税务署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 音效有个税务署 但它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小妖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首先 我们来到一楼大厅左侧 可以看到门口有个眼镜男在耍帅 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值是四百 一般人 包括男女主 生命值都是一百 但是税务署里的所有工作人员 都有着超高的生命值 尤其是他们的署长 我们一会儿再去看 再来看看这位 天啊 或许他才是真正的耍帅 不知道他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累不累 发现了吗 这个税务署里的男工作人员 都是西装革履的眼镜男 而这边有一位女工作人员 红毛 我们看到他在和咨询者吵架 看看他的智商 居然有五 这一般人可吵不赢他 接下来我们去到二楼 二楼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接下来到了四楼 这间就是税务署长办公室了 你们看这个办公室 和黑帮的办公室 以及校长办公室的装潢 几乎只一幕一样的 他们背后有什么关联吗 这里的墙上只有一幅字画 上面写的是五公五民 这个词语的意思是 表达了极高的税收 把这个字画挂在办公室的署长 可谓是一个黑心的人呢 来 刚才说到生命值 我们来看看 看到了吗 一万四的生命值 六的智力 可谓是英校里最厉害的人物了 鼠掌长得非常高 并且长相很怪异 油油亮亮的 四肢也很僵硬 给人感觉 就是一个珠光气球人 天啊 他的西服上面 都是斑斑的血迹 再说了 真正的人类 怎么会有一万四的生命呢 你们不要看这个办公室的 装修表面很简单 其实 鼠掌背后的这个书柜里面 可大有学问了 只要打败鼠掌 书柜就会出现按钮 就能领取五十万马内 不过小妖姐姐这会没时间打架 我们让二斗帮我们进去看看吧 通过被掳我们进来后 可以看到一大落的金条 闪闪发光 来 我们继续揭秘 从鼠掌办公室出来后 能看到牢房 小妖姐姐不太明白 税务署又不是主事屋 他们有什么权利关押人呢 这还有三个 比主事屋的牢房还多 它真正的用途 是什么呢 往这边走 能看到三个房间 只有左侧第一个房间里有人 咦 这里也有个红毛 你们猜他 会不会和男警官一样 也是个分身 走 小妖抱他下去 一探究竟 哇 看来 他们是双胞胎 来 小妖去把里面的红毛抱出来看看 天啊 我抱着他 怎么是这个姿势 并且 他的头怎么 怎么歪了 好吓人好吓人 他一直盯着他 难道说一楼 这个女工作人员 也是一个假人吗 来 你们看看 小妖抱其他人 都是正常的 但是 这栋楼里 抱三个人是有问题的 我们来到一楼大厅右侧 这里面的人 基本都是正常身高 但有一个人 也是个大高个 就是这个经理 有没有看出来 他也是油油亮亮的 长得非常像署长 我严重怀疑 他是署长的儿子 并且也是个气球人 现在我们抱他看看 看到了吗 抱他也是这种奇怪的姿势 我俩甚至重叠在一起了 我们上去 抱署长看看 果然 抱他的姿势也是无比诡异 所以 抱起来有问题的人 可能真的都不是人 现在 我们去二楼第一个房间 抱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接着打他 会发现 他只会一直这样跳海早舞 不懂还手 然后吸走我们的钱 但是 经理和署长就不同了 小妖现在去表演给大家看 我们先搞出一些乱子 快看 经理出来了 经理就厉害多了 还有个大马内顿牌 和署长 是一样一样的 你们说他不是署长亲儿子 我都不信 至于署长 如果PK起来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先去拿黑帮的炮 这 这 什么情况 一直打 一直没反应 就说诡不诡异吧 小伙伴们 下期你们想看小妖揭秘什么 记得告诉我哦 多谢你们 感谢观看